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黃標事件 不!來韓各位說說你以為很遠沒有 所有槍枝的小故事都會寫到這本黃標小書 上次談口徑這聲音的主題 竟然獲得了頻道僅28天以來最喊的影片成績 可能是妹子加持 亦或者是喬意大大做過類似的 總之他讓這本 欸 賬本不會充滿誌字 我是想安全過個好年 看似無穩了 妥了 沒人敢動他 5.56從1960年代成為NATO標準彈藥沿用至今 甚至還影響了前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 欸 使得福特加國度也跟著推出5.54毫米小口徑突擊步槍 7.62優點是大又持久 有些要射程遠 但是子彈大 後座力大 根據實戰經驗開始魔改 打造出5.56的中庸極致 重量輕 攜帶量大 但是大多數彈藥型號射程短 部分已質地不足 導致太舊幻星的呼聲開始湧現 但是接續千冤打了反恐戰爭一打就是20年 除了消耗大量軍費 再來就是反美遊擊隊或恐怖份子 他們不愛穿防彈背心 所以此需求被立即擱置 如今伊拉克沒了 阿富汗也撤了 未來的敵人眺望至中國解放軍與附近大雄機 正規軍都有相剋的防彈背心 與軍用陶瓷防彈插板 是原先子彈的貫穿力倍速之一 於是炒了20年的步星星寵兒 6.8呼聲最高 被大家譽為下一世代的子彈 於是美軍常強投降 聯合子彈口徑和槍支本體 想要來個大更新 給他個酷炫的名詞 次世代搬用武器計劃 全名是 Next Generation Squad Weapon NGSW 研發與採購費用只佔國防總支出的千分之一 但仍然是美軍未來的重要武器研發項目 甚至是整個國家戰略改變的證明 自2016年級開跑 當時陸軍高官的首口如零 不願意透露有關細節 和2011年他們興高采烈地和媒體分享 5.56、7.62增強型彈頭的樣子判若兩人 不能說的口徑大家心中有底 會是組成物和M855A1差不多 只是數值更換成更能擊穿防彈衣的6.8毫米 比我預期的還要快 今年1月的最新資訊 已經敲定了由美國槍支老廠Winchester 負責生產製造次世代搬用輕武器的6.8毫米子彈訂單 156年的老資格 所以這要價2000萬美元的合約 被他們加得票好像也不用太意外 將在密蘇里州獨立市的胡城陸軍彈藥廠進行量產 此處擁有唯一美國政府承包營運的小口徑武器生產設施 老溫公司總裁表示很榮幸被美國陸軍雀屏中選 執行NGSW計劃 本計劃代表著軍方對於我們未來戰時的重要投資 一起攜手為我們的… 抱歉我對於這類冠冕堂皇的話真的沒有什麼抵抗能力 而且醜話先說在前頭 對於彈藥供應鏈是否能趕上換槍至今都還是個謎 因為儘管將產能完全轉換去製作6.8 大概也還是需要至少3-4年才會補期 意思是如果突擊步槍與機槍喬定環式了 最順利的情況也要等到2026年才有充分的次世代子彈庫存 也就是說短期內我們還是不會看到美國老用心玩具在戰場上趴趴走 6.8這數值也不是那麼武中生有 2004年進行了一項終端彈道研究以評估針對防彈衣的穿透力 結果出爐確定6.5-7毫米的口徑表現最為亮眼 陸軍開發團隊和特種司令部很早就公開求欸 美軍希望NGSW能在中距離擊穿用來防禦7.62穿甲彈的4級防彈板 以及在600公尺之處能殺死而穿防彈背心的敵軍 這擺明是向彌補過去M855A1所不及的 如果敵人穿著重型防彈衣站的遠一點阿咪就老大沒了 不直接改良現有的7.62當作解決方案 新的子彈提高口徑增加貫穿力同時還要顧及單兵的攜帶量 雖然山姆大叔後勤強大但實際交火中可能沒有人會傳到巨鮮 而子彈過多的問題 6.8毫米會大幅提升堂壓 一指槍口出速將是M4步槍的一倍 也就是1400至1700公尺每秒 目前就算是21吋長的M46A2射擊5.56也就是970左右 單瓶子彈原先只有艦型彈能達到這類更快的標準 它的質量極小彈頭較長但可能就比較適合在飛彈領域 美國參有在90年代大撒幣 於ASDR斯泰爾突擊步槍研發時委託廠商搞出相對硬的艦型彈 重量輕到如羽毛一樣只有0.66克 這意味著戰場上士兵在相同負重下的彈藥量可以增加一倍 其彈口出速還有凹人得1450公尺每秒 讓你像在遊戲內PIN超好一樣不用預判就能抓到敵人的步伐 但開心那麼久依然有2點大麻煩 首先是你重量太輕遠距離打起來就沒有陣頭 封切問題非常嚴重 稍微拿手指沾口水測一下就知道壞蛋又要被放生了 第二點就是健行彈雖然穿甲能力夠 但對於軟目標殺傷力轉換效率不OK 就像大家在點強制技能數一樣 點這配件就會有相對的優劣性能 沒有真的完美白打選項 一般子彈能達到甚至大幅超越1400公尺每秒的出速 同時易要兼顧實用性是非常難的高科技 甚至可以說是黑科技 也有外媒推估 可能是子彈的本體不變 出入是像路溝一樣擠出來的 這邊戰略風的網站有蠻專業的分析 專有名詞呢 追堂槍管 聽起來真的很K-SHO 顧名思義呢 槍管整體成追狀 內堂口徑不是固定值而彈頭直徑則會比槍口大 於是發射後就會驚艦 彈頭外層遭不斷收窄的槍管擠壓 使這中間的蓄力集中在最後一刻的辦法 德軍二戰重型反戰車步槍 噴射不捨 41就是觀測此真理 雖然分類是槍 但人家明顯口徑是28毫米 已經是砲的層級比較恰當 主要供散兵和步兵輕便使用 最型槍塘的設計使原本28毫米逐漸縮小至20才發射 使砲口出速可以達到驚人的1400公尺每秒以上 欲為當時地表最強也不誇張 搭配無心彈的重型4E能夠擊穿1941年幾乎 每位戰車的正面裝甲 當然你每天這樣硬剛遲早也會出問題 追堂槍管的缺點就是 子彈與管間的巨大磨損使它易於折售 例如前書的4E型只能射擊580就要換一根 而且這種外軟內硬的子彈設計也較為複雜 所以沒在市場普及 花了一半的篇幅在講子彈再來是發射器 也就是槍支的部分 它可能是初速提高的寄望者 歷經多年死鬥現在省 希格&夏爾通用動力 蛇式龍系統三家廠商在競爭 誰能搶下五角大廈鮮美的訂單 他們個別端出自己引以為傲的新6.8原型槍 首先是我自己覺得最妙的通用動力公司 直接丟出了個美軍從未使用的Voldock結構 想要取得評審青睞下猛藥就不知道傳統的軍隊會不會買單 別讓英國人不開心 RM277的槍機和彈匣跑到板機後方 目的是讓槍管得以延伸 擁有今天三家大廠的最長槍管508毫米 但一個大大的BUT 它還是比我們現役的M4短 所以超適合CQB環境 為的是滿足美軍上面強了一卡車對於高出速的要求 槍管內的避震設計和像可樂罐的滅音管都能大幅降低原先的後座力 整組重心在射手身上也方便單兵移動間射擊 缺點就是準度可能下降還目前不提供彈鏈衛食秀 如果未來搬用機槍還要吃彈匣的話 就有點尷尬了 然後他們家還有這特點 如果不提廠商可能會殺了我 影片中射擊的皆是真正速度公司所研發的新型利器 那就是和他們家新槍一起聯名研製的TVCM彈藥 白色的複合結構藥桶 希望未來能擴展到所有口徑的子彈上 全部都當我是塑膠做的就對了 沒錯就是 這樣一來不只能再提高出速 與原先傳統黃銅材質質料相比 再減少10克的重量 如果要足攻現代文青市場 它不含重金屬 而且底部的金屬和聚合物材質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所以這筆子彈材很可能是未來的趨勢 最後結果不管選哪一家都會賺寶寶 再來我們現在播放的是西格大廠的新槍預告片 官方影片真的像是很多那種E3新遊戲揭露會有的總裁屁話時間 不過真的也就是他們敢這樣囂張 畢竟美軍下世代的父母M17已經落入手了 暗示者那主武器我們也行 步槍版單看外表和他們自家已經過實戰驗證的MCX系列頗像 明顯有機槍彈鏈的版本 號稱比原先的M249少了40%的重量 和上家廠商相同也是有自製的銅捆滅銀管 不同的是有點強壓你一定要買他們家的新6.8mm 0.277怒火子彈 吃下整個供應鏈沒有再分包 特殊的鎖定墊圈外加裝鋼製底座使槍膛壓力增加 根據公司的字數 這會反映在大幅提高的槍口速速和中端彈道表現上 然後獨家調校槍管可以用來承受近年來無人能機的堂壓 原先M4美軍歸應是射擊6000發後就要更換槍管 但我們家的產品可以撐到12000了 內秤沒有太多資料公開 目前看起來是讓你可以嘎上一堆東東的模塊化鎖定護手 這個公司目前端上檯面的東西我覺得頗有誠意 最新的消息是已經交付原型槍給美陸軍評測了 影片中述說他們整合好各方專家 你只要人來現場有不滿意的地方就可以立馬做調整 和往常我們所想像的軍購M不一樣 這樣哪裡可以收回扣都被攤在陽光吧 我說都清楚明了了 最後的最後是德士隆系統的MGSW原型槍 但大家好像對人家的小偷比較感興趣 涉及的是自家研發的6.8毫米套筒埋頭式CT彈藥 特色是把彈頭包入發射藥中 使外形成愛凡事球一個圓的柱體比一般子彈短得多 一樣採用聚合物彈殼來減輕重量又能節省運輸空間兩相宜 包皮不是我是說包頭的發射原理使得槍塘要額外器命 所以通常威力會比同口徑子彈強約10-15% 之前就在少數的機砲類別中出現 端出埋頭苦幹的埋頭突擊步槍彈 看起來真的是很想得標示吧 不過缺點是機槍版還是要用原本的一般彈頭 順帶一提 每家廠商要提交53把突擊步槍、47把機槍 以及最後84.5萬發實彈來提供美陸軍測試 大部分會交付給對槍鞋要求較高的特種部隊 例如第75有機兵團讓他們搶先試玩 這大概就是對於新年新口徑、新春新步槍的簡單介紹 取代原先的M4和M249真的是一大工程 目前聽起來非常有可能是希克大大會得標 美軍很可能會朝CP值高的方向邁進 而不是在那邊搞創新 但是如上面說的 如果手槍請找他們 如今主武器也要 機彈全部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我個人覺得並非最佳選項 會缺彈 反正距離影片上架後幾周 美國陸軍集會確立6.8-0-4世代頒用新武器 獲勝者是誰? 大家的舞盤壓好在下方留言分享 請禮拜留言 我不一定會回覆但我真的都會看 聲音畫面大哥先帶我這邊 掰掰 我會答應你的問題 你想要答案? 我還想要答案 你想要答案? 我想要答案 我想要答案 你還想要答案 好 是 快 真的